早上寶貝 Hello 他叫 午安 吃到了對 剛剛在甩牙嘛 甩牙所以吃到 他叫午安 謝謝Alex你的水晶吊墜 哈囉 謝謝Alex Lee的爆竹 奶奶妳好 柯基瑜妳好 哈囉 謝謝柏維順分了一個月的粉絲團 大家午安 抱歉遲到了 小易妳好 哈囉小易 許明午安 日紅午安 哈囉Steven妳好 大家等我一下喔 回一下李嘉莉試習 謝謝阿哈的浪來復檳榔 靈言午安 靈言午安 剛剛忙著要開播 還沒回試習 靈言午安 靈言午安 平寒的發言人們 謝謝柯基瑜的水晶吊嘴 謝謝灰仔的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志彤分享的直播間 謝謝洛克的真情告白 謝謝洛克 我這兩天真的太累了 謝謝北極熊的閃光星星 哈囉 家午安 我這兩天真的太累了 謝謝北極熊的閃光星星 哈囉 家午安 三週年 三週年兩天結束後 大概要休息一個禮拜 經歷才會恢復吧 兩天真的太太太 怎麼說 就是很 時間很緊湊的感覺 真的 真的該好好休息 而且我記得我們 週六演唱會 就是因為前一天有彩排什麼的嘛 然後彩排完 回到家洗完澡已經1點多了 就是洗完澡已經1點多了 然後我又很緊張 睡不太早 然後大概1點半躺下去的吧 然後到2點多了 快3點才睡著 然後隔天 星期六的時候 7點要起床 7點半起床化妝 所以大概 4 3 4 5 6 然後有點睡不好 因為太 一直在做夢 然後腦袋一直是演唱會的事情 然後腦袋一直是演唱會的事情 先寫志宏的水 精掉嘴 而且演唱會的時候幾乎沒有吃什麼東西 就是 吃不太下 然後有點 時間有點趕 就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好好坐下來 真的好好吃飯 所以就 有點 可怕 很 很 有壓力的兩天 呵呵 就是準備的時候很有壓力 可是上台的時候還好 謝謝阿虹的爆竹 謝謝阿遠的閃光星星 謝謝阿虹的爆竹 就我每次表演成都都會這樣 對 都會睡不著然後吃不太下 辛苦了演唱會非常精彩 而且因為演唱會就是 跳跟平常比較不一樣的東西嘛 就是 呃 歌曲的那個順序阿什麼 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樣 然後舞台也是 沒有接就是平常 不是公演那一種 就是每個月都在跳的那一種 所以就是 需要記一下上下台阿 然後要記這樣位什麼的 就比較多東西要記 而且其實好像沒有太多的時間準備 對 這次的演唱會 就是沒有很多的時間 所以就是還蠻緊湊的感覺 謝謝補當補到兔的新藥女神 謝謝小薰的popcat 謝謝小薰 謝謝補唇的一封信 所以就是腦袋裡一直要記很多東西 然後因為要快速換裝什麼的 所以就是要非常清楚自己 下一首歌是什麼 然後下一首歌去哪邊上台 就是真的還蠻感的 所以就是這兩天一直睡不好 腦袋一直在記很多東西 但我第一天比較緊張 大家看完覺得怎麼樣呢 今天這 對啊我也覺得今天這角度好亮 我再按一步 這樣呢 這樣又比較好 失眠嗎 對我覺得我應該要 妳看嗎 好像又還好 不知道欸 還是因為我今天穿深色的衣服 的關係 妳看那邊燈 這樣會太暗嗎 妳看那邊燈老條 這樣子 這樣有柔光的效果 這樣呢 好像自然光比較好 畢竟妳會自動發光 他說我自動發光 好 昨天跟前天不太晚 應該就比較好睡 有啊 我這兩天睡爆欸 我昨天 我禮拜日演唱會玩嘛 然後我星期一睡到下午一點 我很少會睡到這個時間 我平常就是12點前就會起床的那種 然後演唱會結束 隔天直接睡到下午一點 謝謝柏惟掌聲鼓勵 所以今天睡到剛剛嗎 沒有今天十點半起床 謝謝四紅的紅玫瑰 這兩天都睡不著 看完後心形病毒直接 熔燈最愛的歌曲喔 謝謝 我們心形病毒組合終於第一次一起表演 對 那個 三個人的組合是第一次一起表演 終於不是都市傳說了 謝謝Luz的爆竹 終於有領一口白 還好口白不是我 我也很害羞欸 還好不是我 我是不會說給你們聽的 TP都市傳說破解了嗎 看完線上兩天之後都沒心情了 怎麼傲嬌 絕對不可能的啦 還以為第二天會換人口白 明明有在minicon唸過口白 是嗎 已經很久以前了吧 你還好吧 你又沒那麼傲嬌 我沒那麼傲嬌嗎 還是我三週年後開始傲嬌起來 病毒口白vs跳女友那個比較害羞 當然是病毒的口白囉 因為跳女友至少還是在表演吧 但是口白要不要說要講壞欸 我覺得口白比較害羞 我覺得口白比較害羞 確實很早以前那時候還是正式生長 這可不行吧 四週年要耍大旗接念口白 四週年喔 四週年是可以耍一下大旗啦 只是看他們又不要挑矮的人而已 口白還要補大舌頭 謝謝志鴻的光之饗宴 謝謝志鴻 唱女友比較害羞 沒有我覺得口白比較害羞 口白就是真的像告白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口白比較害羞 大旗換來的人 你還是旁邊玩小旗子吧 還是我 欸我四週年 你甩大旗就拿那個漢堡上面的那種旗子 甩大旗 他們甩大旗我甩小旗 就是插在漢堡上的旗子 你為了這件事特別叫我嗎 對阿 很好笑 OK 很好笑耶 甩小旗 太小了吧 不然太大隻我又拿不動 太大隻拿不動啊 可能看不到 可能就要請導播take近一點 就是那個 只take這邊 那個叫什麼 鏡頭 專屬鏡頭 只take這邊 這樣 就不用take遠景了 謝謝柏惟的掌聲鼓勵 謝謝柏惟 你手指要很靈活 這樣子能take個臉 拿兒童餐上的小旗 謝謝LWJ的爆竹 希望大家還喜歡這次的三週年演唱會 這兩天我們 TINGTP的大家也是 就是 很努力的準備了這次演唱會 這棋子怎麼越來越小 栗子跟01都會因為你為調麥 很有趣 沒有吧 是我 我為他們調麥吧 我要把它升高耶 真的是好難喔 這首歌 這樣這三個人組合這首歌 真的好難 麥克風要一直調高調低 而且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然後 工作人員姐姐看到就一直在笑 好 像我們調那個麥克風 像我們調那個麥克風 這幾個月要主動找到詩雅感覺一波了吧 三週年辛苦囉 快要笑死 栗子最旁邊那隻沒什麼動吧 畢竟你們沒去那邊 你們高中哪也沒辦法 換栗子的時候還要把麥挑高 不然真的太對不到了啦 我們是真的相差很多的那種 就是 假如我跟什麼米娜 米娜 就是158公分的人可能還沒有差那麼多 但他們兩個都是160以上 所以就是真的 如果不調的話 就會很幽默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老師就說 那個啊 就是栗子唱完 或是累積唱完 要幫品涵調低一點 不然真的很幽默 不過他說跟你們兩個TOP表演手都在抖 我是有沒有那麼緊張啊 你有158 我沒有158 我說說如果我跟158的人表演的話 就還不用調這麼多 但是因為他們兩個都是160以上 所以就是需要調很多 游泳直唇或唇右邊比讚 不調看上去像療額溫 先寫冰廁旋的水晶調作音 不知道品涵有沒有聽到我們的音樂聲 有的 當然有囉 心形病毒的時候特別明顯 因為就是有SOLO的part 心形病毒喔 那個COLS我很喜歡 喊爆 但是我覺得這次三週年表演起來 真的心情特別不一樣 怎麼說 就好像感覺大家整個團的感情變得更好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感覺 但是二週年的時候比較 怎麼說 沒有那種感動嗎 就不是感動是開心 但是三週年有一點感動的感覺 就是除了開心之外 又多了一點感動 可能是因為跟大家一起 就是經歷的那個回憶又更多了 所以就是多了一點點感動的感覺 但二週年的話就是開心 對 謝謝LWJ的水晶調作音 而且我覺得就是又過了一年了嘛 然後大家又變得更成熟了嘛 所以就是思考的那個 思考變得更更開闊 因為紀錄影片 好 哈囉 霍霍霍你好 大家看完這次覺得跟二週年有什麼差別 我是覺得這次多了一點點感動 因為那個還有這次中間 歌曲跟歌曲中間不是有穿插那個VCR嗎 就是採訪的片段 所以我覺得好像多了一點點感動的感覺 正確來說是一年版 大家還喜歡VCR嗎 就是我們特別少了一天錄的 特別特別錄製 這次真的哭飽 看那個影片一直哭 我也有去看那個影片 後來有去看完那個影片 因為在後台只聽得到聲音 然後就 就在認自己到底是在哪一part 就是聽聲音認人的 兩天都在哭 摩浩你好 哈囉摩浩 謝謝柏雲的小玉兒刷起來成功 喜歡很好哭 公式髮型決定 公式髮型部分都是幾個月 開始構想跟決定的呢 公式髮不一定耶 就是看可能拍照的前幾個月吧 就是要拍公式照前幾個月會開始 想說要用什麼髮型 謝謝柏雲的幸運事業草 終於聽到心形病毒了 上一次公式照什麼時候拍的 我有點忘了 用VCR的方式更了解成員內心的感受 有看到名字版合照嗎 有的喔 看到了唷 穿制服跳汽油感覺更可愛 真的嗎 我那時候還很期待要穿汽油跳汽油耶 結果後來沒有 後來是穿制服 謝謝柏雲的一封信 謝謝雪帶包的一封信 那我很喜歡這次還有那個就是特效吧 那個叫什麼 乾冰 對乾冰 然後還有最後的那個彩帶 大家有撿到我的彩帶嗎 我畫的那個 簽名跟三週年紀念的那個小彩帶 我看到有人說什麼 要帶吸塵器 第二天要帶吸塵器是洗 欸你知道 吸塵器 你先念好清楚 吸塵器 你有看到嗎 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第一天不是就有噴那個彩帶嗎 然後他們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在撿 因為有那個成員的簽名 就每個人的簽名說的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有人說 要帶第二天要帶吸塵器去 吸那個彩帶 其實我覺得好像不錯 就幫工作人員剛好節省那個清理的時間啊 就你們把它撿光 那工作人員就不用再少了 真的 我後來看工作人員他們 就是清理的很辛苦耶 我這邊都是橘跟陰的 什麼彩帶不是紫屑嗎 那我覺得最後噴那個很漂亮耶 我覺得有寫這個 這個idea蠻好的 就我在台上看到那個這樣飛出來是蠻漂亮的 而且有打光什麼的 有message 不錯 但是有點可惜是那個彩帶飛不到後面 就是只有前排的人比較有辦法 你們也沒有看到 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到後面的人 有當然有啊 確定 確定 我在二樓的都有看到耶 每一個都看到了 對然後還有舉我那個應援鏡頭我也有看到 一個一個都盯到了 我還有跟後面揮手 那你有看到我坐哪嗎 有啊你坐在右邊啊 對不對 我還有特別跟你揮手 你們都沒看到我再跟你揮 這邊噴來一大坨藍色 枕頭沒散開 隊長第一天嘛 沒人理台上 第二天又念阿寧們怎麼不撿 半生好難 一雲說他都看不到 我看得到啊 我是認真看得到 真的看得到 就是有時候光沒有那麼強的時候看得到 但是如果有強的時候看得到 但是如果有的歌曲他打光好 但是如果有的歌曲他打光比較強的話 後面就真的看不到 比較強的話後面就真的看不到 但是燈比較暗的時候看得到 坐在最左邊 高本拿不到曹祖的紙線 你們可以去跟蘭他交換 而且我在台上也都撿不到我的耶 我都沒有撿到我的 哭江妳好 我這邊都是藍色的 中間沒開到去不了後面 你們可以之後再慢慢交換 先撿起來再說 你們就先撿一把 然後之後再大家交換 千萬兩天都去嗎 沒有吧 沒有耶 他只去一天 我那時候有邀請他 他說不要浪費他時間 亂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 有感人嗎 陳詩亞那一段哭啊 哭爆啊 真的是哭爆耶 你要下去撿才會有台上很少 欸我是真的為了陳詩亞去的耶 那岳媽媽有去嗎 岳媽媽是誰 是我媽媽 岳媽媽為什麼 岳母 他們在叫岳母 岳母 岳母 沒去啊 岳母線上看 對 他本人看那麼多 確實不用看太多 哭爆 其實只有一人要畢業了 然後就是 辟業快樂 但是 就是 我知道但是 居然還是 你知道 什麽意思 那我們那時候就是 一直在猜說 會不會有人畢業 就是有那個氛圍你懂嗎 然後我就有在猜說是不是施養 因為就是就是他也26快27歲了 就覺得就是那個最近的氛圍有點 感覺像是像是藥吧 然後就有猜 欸我一直忘記我原來沒跟你講 然後就就有猜 但我們那時候大家都有在猜好不好 然後彩傑不是有在猜嗎 我們那天就去吃江湖鴨的時候 逼問欸 彩傑是每天逼問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施雅要畢業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沒有 然後你們都說沒有啊 然後施雅還裝懵 施雅那天還裝懵說沒有啦什麼的 欸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還是你是一直懷疑 因為你一直講 因為我在懷疑啊 然後我們問的時候你們都說沒有 怎麼可能什麼的 你第一天就哭飽以為你知道 你只是一直懷疑 但是你沒有確切知道就對了 那我很會保密欸 竟然第二天沒哭 我有啊我第二天有哭 我兩天都有哭 我跟你們說工作人員們真的很壞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壞 我們準備演唱會已經沒有睡什麼覺囉 然後也沒有吃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然後又跳舞你知道嗎 已經很累了 然後我跟你們說那個驚喜 就是研究生三隔那一怕 然後三騎生真神那一怕 然後還有隔天施雅畢業那一怕 你知道那個心情都起起伏伏 真的很累 真的是哭完超累 我們到後台的時候那個心情真的是 就是身心靈都非常的累 真的太刺激了 那個心情真的是起起伏伏 我真的覺得姊姊媽很壞 就是這些秘密然後害我們哭成這樣 然後連續兩天真的是心靈太累了 我真的覺得以後演唱會都要先 心裡要先準備好會有什麼大事要發生 不然真的那個心情真的是 就是雖然有在猜說會不會公佈什麼事情 就是已經內心有一點準備 但是還是沒有想到 因為現場的那個氣氛 就是還是會讓自己的那個 觸動自己的心靈 所以就是心情很起伏 大型演唱會都要有心力準備 在台上看起來是冷酷 因為我不想要很醜啊 我想說結束後我還要拍照什麼的 然後第二天還有慶功宴什麼的 就想要美美的去吃慶功宴 就有冷住一下下啦 沒有哭爆 想說要美美的啊 畢竟還有線上嘛 不能太難看 第二天本來還抱著 會不會有人升格的期待 慶功宴吃什麼去 慶功宴吃麻辣火鍋 超讚的 我們第二天吃麻辣鍋 新店麻辣鍋麻對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我覺得慶功宴吃麻辣鍋超開心的耶 超期待 那時候演唱會兩天最期待的就是 那個慶功宴對 很快 在想說表演完都可以吃麻辣鍋了 在螢幕前面哭爆 小鹿不要哭 一雲大推 我覺得很好吃耶 而且他還有那個 Colestone跟Hawgandass的冰淇淋 吃爆 我們女生真的是吃爆 我覺得店員應該覺得很可怕吧 謝謝博神的浪跡天涯雞排 就是我那時候有聽到 那時候進去還有一些客人跟店員 然後有聽到什麼是AKV48嗎 就是有聽到小小聲的 然後我們還這樣子給他吃爆 你確定沒聽錯 你確定沒聽錯 沒聽錯真的 就是店員跟客人有在說 是那個AKV48 因為人很多吧 然後又蠻可愛的 蛤 對就是蠻可愛的 自己說 大家都玩裝對不對 大家都玩裝是表演結束 然後妝髮都是很漂亮這樣子 謝謝紅包 然後我也搶一下 然後 然後我們還給人家吃飽 謝謝紅包 謝謝Coming的閃光星星 謝謝阿豪的popcat 謝謝Luz的水晶吊墜 店員是說AKV48還是AKV48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謝謝 謝謝李珍的鍾情玫瑰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們一坨人吧 所以就是 蠻明顯的吧 很高調 一坨 因為我們人真的很多 30幾個家工作人員解決門 大概快50個吧 應該50個 包場 謝謝子孫的真情告白 是 英文還是數字 好像是說英文 謝謝林妍的一封信 然後因為是吃到飽 我們正在點飽 我覺得店員應該嚇死了吧 就是女生看起來飄飄飄亮亮 可是怎麼這麼會吃這樣 那天是跟翁翁栗子 然後安安面面 還有誰 傑欣米娜 做一桌 然後我們一起點爆 好 他們知道你們是誰 去Google一下官網 就知道那幾天幹嘛了吧 很吵的一桌 而且我 我那天去吃 跟大家一起去吃麻辣鍋 才發現原來我食量是小的 因為我 對啊 我食量真的在他們裡面算小 我嚇到 我覺得你吃蠻正常的 對 因為我平常在家吃 就是正常一個人的 全人的份的餐 就是正常這樣吃完 就是差不多嘛 但是 就是我平常在家吃 或是跟其他他們吃 就是一個人正常的份 是吃完就差不多 正常吧 就覺得我好像是 食量蠻正常的 但我那天去吃 就是我是最快飽的那個 我覺得他們食量都意外很大 零零不是跟你同說 喔對還有零零 他們食量好大 零零是沒有 不算大的吧 很大 他水蓮給我點了五盤 你要跟他 你不要一直轉過來跟我聊天 零零水蓮點了五盤 你為什麼爆料零零 然後我就想說 欸那邊還有一些東西沒有吃 你們要不要先 就是想說先吃完那邊 然後再點 比較不會浪費 然後零零說 水蓮的話可以再五盤 是不是都愛吃水蓮啦 水蓮真的蠻好吃的 水蓮真的蠻好吃的 水蓮真的蠻好吃的啦 但看起來零零應該是蠻喜歡水蓮的吧 米娜吃很多喔 是啊 他們應該吃蠻多的啊 米娜是因為免錢吧 就是我就是最快 米娜說 我吃完有點想睡覺喔這樣子 然後他說 可是我很想睡覺還是想吃 蛤 就是他已經沒有感情的在吃 你知道嗎 他說他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因為太累 他這樣跟我說 他坐在我旁邊 他說我不知道我在吃什麼 沒有吧 欸他絕對是因為吃免錢才會狂吃 我覺得他已經把一個禮拜份吃掉 是嗎 絕對 但我也吃蠻多啦 就是我 應該是普通食料 普通食料 就是大概吃個兩輪 就是煮東西吃個兩輪 也是蠻多了吧 然後再吃個冰淇淋什麼 差不多這樣 然後喝個飲料 那為什麼大家這麼會吃 他們很會吃 而且 他們 呃李嘉莉還吃了兩碗飯喔 他大概吃了一碗半啦 然後安安也有吃飯 然後 反正就是我最快就吃飽了 然後大家都還繼續在吃 那還有其他二級生座你那一座嗎 沒有了 翁翁跟安安 OK 蛤很難講像欸 我剛剛發現他的食量很大 欸 他們兩個就白飯魔人 火鍋吃那飽的話也可以去刷哪一頁 帥 帥 帥 謝謝阿元的掌聲鼓勵 還是會表演完大家太餓了 是蠻餓的 因為我那天也是沒吃什麼東西 是蠻餓的 但是就是 吃到你自己的量就是差不多了 好奇他們好像點了各點兩碗飯吧 意外的站立超強 謝謝勇哥的紅玫瑰 而且我 請問你選的鍋底是 我們是一鍋白鍋一鍋麻辣鍋 就是都有這樣 謝謝小鹿的紅玫瑰 對 而且我那天吃飽 然後我就跟大家說 我吃飽了 就是沒有要再吃了 然後大家就說 浪費錢欸 他們說我去很虧錢 我去吃到飽很虧錢 你說誰跟你說 大家 對啊 我們那一桌的大家 謝謝超哥的瘋野 你有沒有覺得你最近跟二十一生還蠻好的 還不錯啊 他們都開始會嗆我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 我那天被截到一張醜圖 就是呢 因為我們吃飽之後 然後就是還在聊天什麼的 我們那天大概吃 從九點多 欸 十點多吧 還是十一點忘記 反正吃到十二點多 然後就是在聊天 然後我們後來吃飽飯 然後我們就在玩 那個叫什麼 誰是臥底 對 誰是臥底 就是一個遊戲要猜 譬如說 有兩個臥底 就是 有兩個人會抽到不一樣的詞彙 但是是跟大家差不多類似同屬性的東西 然後 你就是要形容 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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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能落空落空 就是你要 形容那個 你抽到的詞彙 然後大家要猜說 誰是臥底這樣子 就誰是跟我們不一樣的詞彙 喔我懂了 有一個人是跟大家不一樣的詞 有兩個人 OK 但是你們抽到的東西其實都是 類似的 超動工具 捷運或是高鐵之類的 可能兩個人是捷運 兩個人喔 其他人是高鐵 你不要再籌號我了 然後呢 你知道玩那個遊戲 然後就是一個APP嗎 然後就是每個人要翻牌 翻牌的時候 它上面有個小螢幕會截圖 就是捷運 你在看牌的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 因為面面 是面面用他的手機的APP 然後面面也不知道 他會拍照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 都很隨便就這樣看 然後就是很棒 然後那個腳都很怪 雙巴巴吧 對 然後 反正最後就是 結果最後有 每個人的那個被拍照的那個照片 都有露出來 然後 就是很醜 然後他就說 品寒 這是品寒嗎 然後嗡嗡給我大笑 嗡嗡說 品寒難道有這種照片 趕快截圖截起來 然後什麼玲玲啊 安安啊 都在拍那張照片 他說品寒難道有這種照片 當然要儲存一下 要換什麼草組頭鐵 之類的 然後我就被截了一張很醜的照片 面面也不用笑別人耶 他自己那麼崩 他在城市下宣布的時候很崩 真的很醜 真的很醜 就是這種角度 那你重現一次 你現在對著鏡頭重現一次 沒有我不敢看 我自己是沒有看到那張照片 但是他們都笑成那樣了 應該是很醜 謝謝安的pop cat 那完蛋 你有把柄在面面那了 沒有 大家所有人 嗡嗡啊安安都有 二級生二級生 面面耳包也沒你中 但我現在也還好了啦 我就是給他們拍吧 我已經放棄掙扎了 我要換回頭貼 但我聽說現在曹祖全人頭貼是栗子 對現在曹祖是栗子 他哭爆的照片 還是平安你自己分享一下 我們笑完就沒事了 就好像是這種 有鼻孔的照片 你把耳包丟給李莉莉了吧 但我覺得我真的長大了耶 如果以前我是就是 你會哭 就是會很尷尬的那一種 但我現在就是笑笑帶過這樣 尷尬什麼 又怎麼好尷尬啊 瘋狂截圖 謝謝pop cat的鍾情玫瑰 而且那天嗡嗡是真的很瘋耶 他說 他是真的是很笑的一個人 我想說 而且他是很大聲的那種 我想說 不要就是有點假裝想要不認識 你是不是想說 為什麼跟他同桌 他在跟服務生講話也是笑笑的耶 就是很大聲 然後不知道是講什麼笑笑 就是想說他是喝醉是不是 根本就喝飲料 就是喝飲料怎麼會喝成這樣 想說假裝不認識 是真的很大聲的那種 好好笑喔 謝謝pop你的帶我走 往下往上拍 不管是誰都會崩吧 好感慨 然後我再分享一下那個慶功宴每一個人的那個好個性 就是 潔心就是默默的一直在吃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我是坐這邊 然後Mina坐我旁邊 然後Mina的旁邊是潔心 然後剛好他菜是用推車送過來 因為我們叫很多他就是推一台推車 然後我們自己要吃 就是自己再放下去 然後旁邊就是有一些肉什麼的 然後 因為車子在潔心的旁邊 但是潔心太專心來吃 他就是默默會一直吃自己的東西這樣 然後 那個我們肉煮完 因為大家很想吃肉 然後Mina就說 我想要再吃肉 然後我說Mina 你可以再幫我煮一下 然後已經桌上沒有肉 然後 因為肉都在潔心的車子那邊 然後潔心 就是太認真 他一直在吃自己的 然後Mina說 林潔心你可不可以幫我拿一盤肉 他說我給你換位子 因為他說林潔心就是在吃飯的時候不會管別人的幹嘛 他就是很專心的在吃自己的東西 然後潔心真的就是 而且我聽到潔心說我要一份豆皮的時候 我真的 現場聽到 我要一份豆皮 然後還就是摸著人在吃他的豆皮 好可愛喔 所以你剛才有什麼重點 重點到底是什麼 沒有我只是想要分享大家吃飯的時候 因為我平常很少有機會可以跟 就是打得這麼散一起吃飯 因為頂多都是草族或者是選拔族什麼之類的 真的耶 就是很常會大家打散這樣吃飯 他覺得蠻有趣的 警態的 Mina就是吃到放空了 然後他不知道自己家吃很 啊很要吃 這樣吃到這樣還要吃 而且Mina吃很辣 他說 嗯我可以再叫他辣的加辣一點嗎 但是因為大家沒吃那麼辣 我說還是你要另外叫服務生給你一碗更辣的這樣 欸你記得我們去他家吃飯 然後只有你不吃辣嗎 他真的吃很辣 Mina跟我的辣度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Mina說這個不夠辣 是撐不上麻辣鍋 我也覺得那根本白鍋吧 哈哈哈哈 好像我有去一樣 然後還有Sat 零零的話就吃很多水蓮 對 然後 安安吃白飯 安安也是很安靜近身 但安安其實也吃很多 真的喔 我真的默默看著對面一直 就是真的是一直這樣 就是我已經停下來 他們繼續在進食 好好笑喔 他們水蓮是真的叫很多 五盤欸 五盤欸 滿好笑的 然後還有誰 汪汪的 汪汪就是很大聲很小小 他看著杏鮑菇也可以笑 超大聲 看著什麼都在笑 對他看著什麼都在笑 林林超愛吃蔬菜 安安從台中上來要吃回本 哪有道理的 是啦 只有品寒不是 有我很認真吃飯 但我是不是意外的蠻愛觀察人的 就是我在吃飯的時候也很愛觀察別桌在幹嘛 那別桌在幹嘛 你觀察到什麼 你沒有分享別桌 大家都在聊自己的天啊 你這樣有觀察 沒觀察一下啊 你沒有講出一個觀察報告 我很認真吃飯吃一吃 喜歡先停下來休息一下 就是看大家的感 你要具體一點啊 哪個成員在做什麼事情 你看到的 我看到七七在吃冰 七七也吃蠻少的 OK 他跟我差不多時間在吃冰 好那下一個 然後 還有誰 你的觀察報告只寫出一個人啦 面面 面面也忙著 沒有面面忙 在跟服務生對話的 就是 他是我們在做跟服務生溝通的人 你知道嗎 因為彎彎就是太笑了 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比如說服務生要上菜 或是需要什麼加湯 然後面面就說 不好意思這邊可以幫我們加個湯嗎 主控這一桌 主控這一桌 所以幫忙跟服務生就是聯繫的 OK 這也很像他啊 然後就是 謝謝人家很有元氣的那種 這樣子 對 代表代表 你要寫慶功宴report嗎 林一跟平安誰比較合適 林一 絕對是林一 絕對是林一 他吃蠻多的 我也覺得他吃蠻多的 難怪長那麼高 蠻有點稱人 還有誰 然後栗子 說到李嘉莉 他忙著課 髮絕CP啦 髮絕坐在我們隔壁之後 然後他們坐在一起 然後栗子就說 你應該要髮絕 然後一直隔著我拍照 我想說你可以 你可以先拍我嗎 他忙著課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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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他後來直接做到髮絕那桌去了 就為了課CP 對 然後就離我而去 這人超莫名其妙的誒 他真的蠻莫名其妙的誒 他真的蠻莫名其妙的 他真的是坐到人家隔壁桌去誒 很像他 真的很像他 他就是吃完白飯之後就跑過去了 信義店松江店還是公館店 信義店 品行吃不多 我真的算沒有吃很多 我跟他們比起來 對 但是我平常 我覺得我食量是正常偏少 但我覺得你的習慣蠻好 就是你會進食三餐 因為感覺01就是 不吃也沒關係 但是東西在他面前他就會進食 但是你是會固定 就是他一定要吃早餐 午餐晚餐 但是量可能就是正常 正常 偏少 正常偏少 對 反正就是吃爆的一天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群體真的是很可怕 不要小看演唱會後的女孩們 那個 那個食量真的是 驚人 真的很驚人 哈囉 吉米洲你好 我覺得甚至可能比你們吃的都還要多 怎麼感覺像小寵物 有給食物就吃 誰吃最少 我覺得我吃在裡面算蠻少的耶 但是我跟外人比其實算正常 是我們太會吃了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運動量也蠻大的吧 就是因為有跳舞什麼的 然後又連續兩天 大家可能也沒有什麼好好吃飯 所以就是 運動量蠻大 加上開場前也沒吃什麼東西 所以才會吃這麼多 你們吃的應該沒我多 我 內人切晃也贏不了對 切晃其實吃不多好不好 我覺得我很吃虧耶 你就是吃一點你就會胖了那種 沒有其實我是累積的吧 有問說誰吃最撐嗎 沒有耶 有沒有看誰走不出去 就走最後去 走不太出去 沒吃鴨血 欸有耶 我那天就是不小心撈到了一塊鴨蟹 然後他們說 他們都跟我說麻辣鍋鴨蟹很好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然後面面說 在麻辣鍋裡面已經沒有腥味 因為我是很怕 鴨蟹的腥味 然後我就嘗試了一口 是蠻好吃的耶 因為它煮在辣鍋裡面 已經沒有那個腥味 都是麻辣鍋的味道 然後我一般覺得 嗯還不錯耶 就是口感還不錯QQ的 意外的蠻好吃 所以我以後吃麻辣鍋 可能會吃鴨血 大店的鴨血都不差 真的喔 那我是很喜歡吃麻辣鍋裡面的那個豆腐 湯底的豆腐 我真的很好吃 菁義有臭豆腐 有啊我們有臭豆腐 我超喜歡麻辣鍋裡面的臭豆腐 那是臭豆腐嗎 然後麻辣鍋裡面那個豆腐 那很好吃耶 超愛豆腐 而且我那天吃 然後他們二級生 就是嗡嗡什麼 才說 我現在今天才知道 原來品寒吃辣耶 因為我就是 幾乎都是吃麻辣的那一邊 然後東西都煮在辣的那邊 然後他們說 原來品寒會吃辣 看不出來是不是 就是一般麻辣鍋的那種辣我OK 但再辣一點可能就沒辦法 鴨血豆腐必吃 他們很驚訝我居然吃辣耶 我這長相有這麼不適合吃辣嗎 Mina都可以吃那麼辣了 你沒跟汪汪說 你看我那麼辣 謝謝Kamuni的popcat 這也太俗氣了吧 你下次跟汪汪這樣說 那你很強耶 我不太吃辣 我覺得麻辣鍋的辣是很好吃啊 它不是辣啦 它是麻 它是小麻 小辣妹 我是小辣妹 對我還要講 我在吃鍋的時候 一直跟李采傑對到眼 我們為什麼在那邊浪漫啊 我們隔了一桌 然後一直在那邊偷瞄互瞄對方 我們在浪漫耶 你要說那個 你們回來的時候 然後一直說明天見 我想你 我真的是快受不了耶 因為李采傑就是考學生前 沒辦法一直來我們家嘛 然後 因為我們最近就是真的很好 會一起打傳說什麼的 然後就是 室友姐姐也很喜歡采傑的時候 然後就是會 說就是 欸嗨李采傑 哈囉 哇那不能講了啦 他會太爽 就是 一直想要他來我們家 就是說他考完之後 一定要每天來我們家玩這樣子 對室友姐姐規定 對然後我們 那天他考完之後 我就密我們四個人的群組 然後說 李采傑 我好想你喔 什麼的 然後 快點明天見囉 這樣子 然後 切換就是我們很噁心 不是而且采傑也回你說 他也想你 我真的快要哭了 我們很像你最交往的情侶 對 而且我們吃麻辣鍋的時候 真的一直 隔了一桌 然後一直在後面要對方耶 不是你那時候也有密他不是嗎 你就說欸 欸 有嗎 有有有 因為我在四人群組裡 但你們在吃麻辣鍋對吧 對 然後你好好密采傑說什麼 欸 你幹嘛一直往這邊看 還是什麼 幹嘛不坐過來什麼之類 我想說你們 怎麼那麼噁心 我們很像情侶 我們一直在 就是互看你知道嗎 我們一直對照 而且四人群組 然後你完全沒有在管例子耶 你就說 欸 他後來直接不在我旁邊耶 他突然直接做去法決那一桌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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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笑喔 彩傑是跟Mini4一起做 好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直偷瞄 哈哈 你確定你確定李彩傑有在瞄你 還是只有你單戀 有 李彩傑有在瞄我喔 我們有對到眼 你確定 有 我覺得現在是單方面喔 李佳麗客不客這對CP 彩傑 喊喊喊喊 喊喊喊 喊喊喊 喊喊CP 李佳麗你客不客嗎 他一定會說很噁心 我也覺得他會說 你看他說要去客報法決啊 大家客嗎 喊喊喊喊喊CP 喊喊 你們我客不下去 他就媚控啊 他說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妹妹 請大家客客 雙喊CP 雙喊CP蠻好笑的 雙喊CP很可愛耶 好像蠻可愛的 都是小動物的那種 雙喊很可以 他今天會來我們家嗎 你先問他 我怎麼知道我是他經紀人喔 你管我這邊問我怎麼知道 應該不會了啦 我們晚點有緣 晚點見喔 欸你說每天都要見到他耶 對啊 你考完每天都要來 你知道嗎 李采傑 你們那不叫CP 是一個動物組合 而且我還要跟 韓韓去拍那個韓式拍帖耶 上次是跟栗子去拍 還沒有跟采傑拍到 有啊 不是有空出一間 對我們有空出一間書房 要給韓韓你 你真的可以搬過來 要看他媽媽同不同意 沒有 乾媽今天很生氣 有跟我說 真的啊 因為韓韓昨天不是說 可不可以來住嗎 嗯 然後今天剛好 我早上跟乾媽有聊天 然後乾媽就說 根本就不順路啊 真的 就是硬要住過去 硬要怎麼住一晚 今天要去拔牙 不順路啊 什麼之類的 就乾媽有點 你知道 就覺得你們很誇張 還有乾媽不好意思 就是對你生氣 只能對韓韓生氣 我不知道他不順路啦 采傑說順路啊 是采傑說 媽咪就想說怎麼硬要住過去 原來是不順路的部分 讓他去拔牙 我哪有 沒有 采傑 沒有我乾媽 不是我 我是 我以為很順路 乾媽抱歉 我以為你們很順路 乾媽後來就說氣話 就說 他行李打包 包一包就住過去了啦 什麼之類 然後我就說 好啊 而且我就說 這邊超多人期待他住進來 真的是很多人耶 沒有我覺得乾媽是很貼心 就是很怕他們家小孩會麻煩到 我們這邊的人 對 所以就是 希望采傑可以 好好的 就是 還是住在家裡 欸 真的是室友姐姐 然後 室友姐姐的男友 反正各種 大家 每天都在喊說 采傑有要來玩嗎 采傑有要來玩嗎 就是 每天問的 那大力怎麼辦 不然 栗子好像都沒有被問到耶 有啦 哈哈 在那邊挑撥 沒有 因為栗子不打傳說 對對對 因為其他人想說 欸少一咖 對可以打傳說 但栗子來可以玩狗狗啊 哈苦 但栗子要被遺忘 沒有栗子你有 在我們家冰箱上面 對耶 有有有 栗子表示 哪有 李嘉莉自己不喜歡來好不好 栗子說 嗯 我今天要回家睡覺 那個沒有小枕頭睡不著 他堅持要回家睡 栗子你下次要不要真的要睡睡看我們家 你就把小枕頭帶過來 我們可以一起嗨到凌晨三點 我是認真的 就是一起玩 你就把小枕頭帶過來 因為我們家也很舒服啊 他說Mina 說很喜歡 那天有打電動嗎 你們家的電動 Mina來那天 喔有啊 Tetris 喔對耶 李嘉莉幫我聊 沒有栗子自己 沒有彩潔那麼愛來吧 我也覺得 李彩潔是最愛來的好不好 而且昨天彩潔要來做 我就說你就來啊 而且那個李嘉莉不是說 你不在房間他比較好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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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紅包 栗子會玩到一半睡著 而且李嘉莉那個 俄羅斯方塊也打不好 他就說他不喜歡玩遊戲 他說他沒有辦法打遊戲 因為其他人都打很晚 是因為大家都很愛玩啊 謝謝科基日的POPCAT 昨天又睡不好 沒有我覺得栗子是很愛工作 他是比我更工作狂的那種吧 對他會很很專心 就是會一直修圖啊 或是看空啊 看NANA什麼之類的 就是真的很愛很愛很愛工作 其實有點好奇李嘉莉在我們家的時候 滑手機都在幹嘛耶 就是在修圖嗎 因為我們就是會一起打電動 就是會做一些別的事情 但是李嘉莉就是會一直在用手機是修圖嗎 還有我看他在打文章之類啊 就真的是 真的在工作 畫面都在IG 那修圖發完了要幹嘛 發完就回家 聞那個啊 小枕頭啊 他就一直找事做 我什麼份都在工作 還是他在逛街啊 逛日排 有可能有可能 謝謝迪倫的告白氣球 人家的心都放在NANA前輩上 修隔天的 看奈奈是工作 他算他工作的一部分吧 他看法學也是工作 看奈奈也是工作 那你可以看韓韓韓韓啊 他不吃啊 他就說他不課這一對啊 好吧 沒有休息的日子嗎 有他的休息就是會逛逛街吧 拍拍照 然後春去咖啡廳 有我們等一下要約了 對 課不下去了啊 待會見喔李嘉莉 那你課李嘉莉跟平函CP嗎 真的不課欸 你不課 欸我們是已經 不課 你怎麼講話很不清楚 我不課 我們現在是落空二人組欸 你看你剛才說 不課 請問你的那個指音去哪裡了 你要體諒一下拔牙的人 我們真的吃到一個洞會就是比較難答應 你再說一次 謝謝Mandarin的小雞蹦蹦 你剛剛要說什麼 你剛剛要說什麼 我們的那個CP的名字叫什麼 呃 對你是庫里漢啊 我是不要偷CP 對 你直接偷人家現成的聲音 到底 我想說我也是韓啊 小雞又不是韓 我真的 我才是不韓而立吧 不韓而立 比較紅欸 你為什麼偷人家CP名啊 柯里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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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里漢應該沒有人支持吧 新型病毒看到麥家一直被挑 偷CP 偷CP欸 偷CP欸 我就是每天要在洗腦大家 一點一滴偷過來 偷什麼 不韓而立 不韓而立 我才是韓 你們想一想 李彩潔有韓字嗎 我抽品韓 才是不韓而立 馬上一天一天投過來 我覺得韓韓不會介意欸 好像是欸 為什麼都給你都給你 我也覺得漏風二人組就好啦 很好聽欸 這顆不行 要不要漏風二人組 漏風二人組 就是 我真的能夠體會那個李嘉莉講話 不清楚 因為我自己也是有空洞的人 要證明了 那你們想一個三人名 對呀 那我們三個人的名字要叫什麼 我們的群組名稱叫台灣大車隊 對對對 還有Uber 對 因為我們很常工作要一起坐車 所以就是 原本是一個叫車 就是一起叫車的群組 所以叫台灣大車隊 三個人的名字好難喔 而且等一下 說叫台灣大車隊 但你們根本都不是叫台灣大車隊 對啊 你們很失禮欸 還好有亞洲猛男俱樂部的二騎生純組 這個我覺得還幸福 他們的純組的名叫這個喔 叫這個喔 這麼勁爆喔 這麼勁爆 那你猜是誰 我覺得是汪汪 已經是汪汪 沒有 但我後來哥哥哥奇變成之後 我發現 亭力也很瘋 亭力啊 他們也都很瘋 還有齊惠啊 沒有 你跟齊惠還在互捧的階段 他們都小小 那齊惠笑嗎 齊惠還好 因為齊惠是誇獎你的人 安安也算冷靜 亭力蠻瘋的喔 你跟亭力最近是不是變蠻熟的 一起選發之後變得比較熟 就是我在休息室 然後我就跟齊惠說 我很喜歡齊惠的臉 就是我很喜歡你的長相 就是眼睛握彩啊 然後大眼睛啊 然後有那個酒窩 然後臉的線條也很好看 然後就說很喜歡 花太多了吧 真的很喜歡他的臉 然後他就說 哪有 陳伯伯可愛好不好 齊惠感覺很會撩欸 風風風平被喊 不要你誇獎太多了吧 李佳兩位哭暈 他說喜歡你什麼 而且李佳麗也在旁邊 李佳麗也一起說 他也很喜歡齊惠的臉 然後齊惠就開始誇我 然後李佳麗就說 你不要在這邊誇他 所以齊惠沒有誇到佳麗 請問齊惠有沒有誇到佳麗 我忘記了欸 來李佳麗請問齊惠有誇到你嗎 修羅場 沒有 有啦李佳麗很可愛 我誇啦我誇 很好笑欸 齊惠好可愛喔 栗子又要抱怨沒有真愛了 有啊 我是你的真愛啊 你看一下麻辣鍋誰跟你做一起 是不是我 他另外一邊是誰 呃面面 有可能是他跟 這兩個就是你的真愛了 他跟面面啊 謝謝紅包 大力來這邊聊天一直被 傷害 沒事我突然欸了一下 而且那個 還好小惠誇過我 有嗎 我覺得他是在亂講 他是想說小惠現在不在 然後就亂說 而且就是禮拜日搶的時候 李佳麗不是執法嗎 他說他想要還原就是他 剛上選拔的時候是執法 然後他就執法 然後他就會 問大家說執法好嗎 然後大家就說 感覺你這個人就是要捲髮 就是要扶發一點 但好像是欸 就是執法也蠻好看的 但就是 捲髮更像他的感覺 你喜歡林杰那天的髮嗎 我蠻喜歡的 我覺得蠻可愛的 很可愛欸 他上台的時候我有驚豔一下 跟他平常不一樣 他說什麼 執法很正 栗子就是法力感 然後大家就說 你就是公主 你就是很浮誇的那種 真的只有李佳麗可以 駕馭得了浮誇的東西 像我們都不行 太浮誇的東西 我們還不敢用 只有李佳麗可以 我其實也一直很煩惱 我的髮型 但是短髮真的好難喔 我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我這樣也很不適合 我那時候就問大家說 那不適合嗎 你再抓一次 然後我就抓這樣 然後小琴就笑出來 他說很可愛耶 然後我就說 我很像一隻小螞蟻 我這樣很像一隻小螞蟻耶 小螞蟻蠻好笑的耶 就放棄了 然後這樣子也綁不起來啊 然後馬尾也起不來 然後原本有想說 要不要用這種 那叫什麼丸子頭 可是想說 新型病毒又要戴一個小帽子 好像又不知道戴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小螞蟻蠻好笑的耶 小琴是覺得可愛的嗎 他說很可愛耶 但小琴很會誇獎別人 所以我不確定她可愛 是不是真的可愛 那我覺得我不太適合太可愛的髮型 因為我臉已經長得很小孩子 然後身高什麼 身材不像小朋友了 然後如果再綁 小朋友的髮型 就會真的像小孩子 所以我習慣就是這邊 把自己弄的是漂亮的 你怎麼辦 成熟一點 這樣看起來才 可以綜合一下我的那個 身材劣勢 劣勢 小琴是男男什麼都說好 真的耶 現在可以綁綁看嗎 我覺得可以啊 蘋果頭 我就是一直卡在髮式的問題 你知道嗎 我覺得你今天就小螞蟻結束 蘋果頭可以 你為什麼不綁小螞蟻 你一直在那個逃避這個話題 謝謝Roman Lin的報告 要不要綁 不綁 一句話要不要綁 要不要 不 最後一次問你要不要 不綁 是可以綁蘋果頭啦 為什麼 蘋果頭已經看膩了 我要小螞蟻頭 要不要綁 就一句話 小螞蟻耶 綁一下啊 又不會怎麼樣 小螞蟻是這樣耶 很好笑啊 你只是想笑我 不是我講錯我講錯我 我說很好看啊 你只是想笑我 沒有你看大家都說可愛 你看大家都說綁啊 綁啊 前三長座了 蘋果頭又可愛 我等一下指定在綁 拜託 千萬講話太快了 千萬林尊重 你真的只是想笑我 我真的不是 就是 你知道2022 好像聽說很流行 就是 這種螞蟻頭 開始亂講了 對不起 沒有沒有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是日雜就是 好像雜誌上是有刊登過這種頭髮 就是你看過那種很流行的 那個model 他們現在都綁這種髮型 那你叫李嘉莉保 他最哈日了 先放進去喔 對 那李嘉莉保介紹 不要兩根一日 我在講什麼 不要兩根 你再說一次 我兩根日數才會好 李嘉莉說先沒關係 我知道你們今天三個人 都綁那樣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說真的 我說真的 不是拿本雜誌 是 就是 基本上 你知道的日雜 全部都有刊登 這髮型適合的 一樣 李嘉莉強力拒絕 不是不是 因為李嘉莉是走浮誇風的 所以 就先原諒他 但是你可以綁啊 為什麼不綁 你為什麼不做嗎 這髮型不是很浮誇嗎 不會不會 這個是日雜 這是流行 好不好 你看他說什麼 喊寒小螞蟻 感覺很可愛 對啊很可愛 像有髮過類似的 不是我吧 是喊寒 那你們不是都是寒 現在 我又不是寒了 你又不是寒了 不寒而已的時候是寒 這時候就不是寒 就不當寒 四人切割了 切割超快欸 那你的名字是 秋平 秋平平 突然切割 秋平平 在這個社會上 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說突然 就是發現利益 不是你追求利益的時候 叫切割 你要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誰聰明一點 這是我三年來的成長 可以吧 欸對耶 詩雅很常叫你秋平欸 好像只有她會這樣叫 還有誰 秋平 我們其他人都不太會叫你秋平 小琴好像也會 喔小琴也會叫秋平 喔小琴也會叫秋平 是什麼SSK啊 流行叫秋平 喔小迪好像也會 對耶 但01 01不叫 我會她說叫你秋平 秋 秋平函 她說秋平函 嗯 來吧切換 讓我看看你的說話藝術 在直播前看到那個髮型 那我就直接抓著你的頭髮 忙到啊 還什麼說話藝術 這年代就是要用暴力 謝謝博承的浪來復兵了 欸我已經聊天到螢幕已經關了 陳詩留曉 陳詩留曉 然後顯迪 秋是我們在叫吧 對李嘉莉他們都叫我秋 對01是叫你全名 秋平函 李嘉莉也是叫我秋 李嘉莉也是叫你秋 李嘉莉也是叫你秋 李彩杰叫我 叫炳翰 你學的蠻像的耶 小秋 小秋是默默叫的 好像只有她會叫你小秋耶 然後那個圓子族跟庭莉他們都叫我小可愛 庭莉也這樣叫你 庭莉也這樣叫你嗎 對 陳詩也叫我小可愛 而且我是全團唯一小可愛 她其他人都是叫寶貝 只有我是小可愛 全團唯一小可愛是什麼東西 其他人都是寶貝 面面叫你什麼啊 面面叫什麼 欸秋平函 秋平函 其實有一點點熟的人好像會叫你秋平函 有人叫你平函嗎 平函 比較少對不對 對 好像比較少 林凌叫你什麼 前輩 品函前輩 好可愛喔 品函前輩 我昨天吃飯的時候很想問她說 所以你最喜歡的前輩到底是誰 一定不是你啊 她昨天有誇我 誇你什麼 就是 說我蝙蝠的時候也很有偶像明星氣場 林凌說我覺得品函前輩有 她沒有在尊重其他前輩 我們會叫品函 她最喜歡陳詩 陳詩聽起來很好聽欸 陳詩不是很好聽 她平常講話都這樣 所以她的誇獎不用當成 是真的誇獎 哇 原來啊 我了解了 嗯 李采傑還在線上喔 對啊 她現在考完了很free好不好 很free啊 對 欸 要不要來啦 一句話 李采傑 現在就過來 我是認真的 我們等一下就一起出門 好不好 我也覺得欸 你可以帶過來化妝 我是認真的 帶過來化 而且我也還沒想好 我等一下要穿什麼 因為順便過來幫我一起想 我要穿什麼 是認真的 我們就這樣一起出門 剛好 舒舒服服的對不對 邊化妝邊當Podcast 他們搞不好也還沒想好 但我還沒化完 今天聽到金句 純團唯一小可愛 純團唯一小可愛 真的蠻好笑的 在這邊 要恭喜一下 申格的 一家跟一雲 真的很可惜沒有跟一雲拍到照片 太忙太亂了 沒辦法找 恭喜兩位 其實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很有 值得升上正是誰 就是一起升的大家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現在三年也算 蠻 真的蠻久的 謝謝博承的掌聲鼓勵 一家說得很好 真的 我真的是聽到一家的話 所以哭出來 你知道嗎 你第一天我哭喔 有啊 他就是因為一家講完那個感言 我就哭出來 他就說 他覺得一行上大家都很有資格 身上正是誰 我真的超級喜歡王一家的 超級喜歡 你喜不喜歡 我喜歡啊 再說一次你喜不喜歡 我喜歡啊 你喜歡誰 王一家 大家 大家都是聽完爆哭 真的 一雲正在直播 Hello一雲 一雲 恭喜三個 那我覺得一雲表演那個制服 抵抗超帥 那個眼神真的很厲害 我很喜歡一雲在表演的時候 那個很有自信的眼神 因為他真的很會跳舞 然後我覺得 就是在他在台下的時候 就是也是ㄎㄎㄎㄎ的 那種 就是講話也是有點懵懵的嗎 然後就是包包裡有很多零食 有很多甜甜的衣服 可是他在台上 真的有時候會變一個人 就是變得很帥 然後 就是很有自信的樣子 我超喜歡 李佳還在你說我喜歡王一家 沒有我也很 李佳的那種愛 已經是不用說出口的那種了吧 你們也知道吧 他們兩個也知道 那種愛是我們之間的感情 不需要說出口的 不要再偷看李彩姐了 這次的制服抵抗2C都超厲害 一雲跳舞表情管理很大 我真的很愛一雲跳舞的表情 謝謝歡迎戰士的掌聲鼓勵 李彩姐說沒事的 你有這麼脆弱嗎 我不相信李彩姐 你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好不好 他朋友太多 他不當你一回事 你朋友那麼多 我根本就 不是你 就是 真愛吧 好可憐喔 我只是你的替代品 好可憐喔 就是打傳說沒有人的時候找我 你知道 你可能連替代品都不上 因為他朋友真的太多了 好可憐喔 你怎麼這樣對品寒啊 你人好差喔 彩姐 你人好差欸 有了李嘉莉還不滿足 我是備胎 你們怎麼這樣想我 切換挑撥 好笑 這邊是平衡走心演戲考驗嗎 我哪是這種人 好難過喔 沒事啦 習慣了 沒朋友也不是一兩天的事 不要再演了 這一年來有交到朋友 我才覺得奇怪呢 不是有粉絲說你有人味 喔 什麼 有嗎 有啊 哪裡 就有人說你感覺交了朋友之後 比較有人味 人味 我之前是什麼味道 狗味是不是 狗味 哈苦味 我身上多了一個哈苦味 所以你要謝謝你的朋友們欸 謝謝我的朋友 讓你有人味 讓我有人味了 以前是機器人是不是 對 而且你最近就是交到不同的朋友 就是會有不同的那個 確實啊 以前比較難跟大家打成一片嘛 但是現在慶功有什麼 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隨便聊天 原本是貓味 以前以為品牌是機器人 就是製造出來表演的 最近多了一個人味是吧 我聞一下 這個對人 表演也蠻有幫助啊 不是對人啊 是對表演 而且我回去看就是那個 影像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變漂亮了 你有沒有覺得 我在鏡頭上變漂亮了 好像還好欸 沒有嗎 我覺得我有變漂亮了 有啦有啦有啦 多了一個成熟的味道 所以是真人化了 開心 這次的演唱會 就是雖然準備的時候很累 然後那兩天壓力真的蠻大 就是要記很多東西 而且蠻亂的 就是腦袋很亂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什麼睡覺時間 也沒有辦法要吃飯 就是雖然種種的東西 加起來蠻 確實是蠻累的 但是表演完還是蠻開心的 就是好像又跟大家一起完成了一件大事的感覺 還是蠻開心的 我覺得變清明了 真的嗎 我以前太有距離感了 真的有變成熟 心情病毒三人三色 真的耶 心情病毒李嘉宜就是公主戲 然後類似就是活潑可愛元氣 然後我是可愛帶一點點成熟嗎 自己說喔 沒有嗎 沒有我覺得我跟林依也蠻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林依的可愛是元氣 就是很元氣的那種 但是我就是 比較偏冷靜唯美的那種可愛 唯美 日本有馬友機器人嗎 台灣英語也偷製造平安機器人嗎 可愛帶一點點人味 怎麼是人味啦 好妙的形容喔 我也覺得好妙喔 再去看一下那一片 我好像就是刷到 成熟肯定是誤會 沒有就是我覺得我的可愛跟林依可愛不太一樣 他是真的多了一點元氣那種 就是年輕的那種元氣感 但我就是 二十歲的那種可愛 對 不同氣質的美是肯定 而且我覺得我好像比林依安靜對不對 那個氣質氛圍感覺起來 對 我覺得我比林依又 確實個性也比他再更安靜一點 但是林依是熟了之後 其實蠻 可以嗨的起來的那種 但是我是真的再更內向一點 嗯 所以我覺得我的那個氛圍 又比他再更安靜一點 對 他比我再更活潑一點吧 不年輕的可愛 林依是行動上安靜 但林依有時候人來封的時候也蠻瘋的 也蠻瘋的 就是他 我看過他跟Sakura組一起封的時候 也蠻瘋的 也是蠻瘋的 我七個紅包還沒搶欸 謝謝大家的紅包 我這麼晚搶還搶得到嗎 欸居然有欸 靈依就是標準的摩羯座 我也是很摩羯啊 我也是很標準的摩羯 你射粉絲團 喔所以沒有射粉絲團我就搶不到 原來如此 謝謝博純的浪來富檳榔 那我把他改回去 沒有粉絲團的人也可以搶 我覺得24歲之前的女生是氣質巔峰 我也覺得欸 我覺得22、23歲是女生最漂亮的時候 嗯 就是我現在 是不是很漂亮 那我覺得女生真的 22、23、24 這很漂亮嗎 22、23、24 我要好好把握這幾年 請大家好好欣賞我這幾年 漂亮的樣子 可能過25歲之後 我就開始走下坡了 我的顏值 謝謝阿豪的掌聲鼓勵 謝謝日安的紅玫瑰 就是因為還有一點QQ的感覺吧 就是皮膚還有一種 痰潤紅潤的感覺 謝謝掌聲鼓勵 謝謝佩勳的看好你喔 你覺得施雅下坡 沒有我沒有覺得施雅下坡 我覺得他是成熟美 他是成熟的那種漂亮 不一樣 就是22歲23歲還有那種QQ的感覺 就是痰痰的感覺 但是感覺25歲之後 就是真的是成熟的漂亮 謝謝包子的幸運事業頭 大家不要害我好不好 大家是帶挖坑給我跳耶 沒有喔我什麼都沒有 謝謝玉成的真情告白 謝謝志豪的爆炸 欸我忘記夾睫毛了吧 我這樣等一下來得及跟他們約嗎 忘記了 等一下他們只說他夾睫毛的 我來了算了 他不會再夾 看我來得及嗎 彩結還在嗎 彩結你會夾睫毛嗎 謝謝博成的爆竹 27分了 喊喊你會畫睫毛嗎 會 那我也要夾一下睫毛 那我好像來不及了 還是我現在來夾一下 姐妹一直都在 現在來夾一下好了 我還有沒有我還有12分鐘才下播 應該OK 好我們就慢慢了 沒有問題的啦 謝謝紅包 你們穿什麼衣服啊 你們穿裙子嗎 恭喜達達升級 謝謝Luz的閃光星星 你破音嗎 對啊我們又沒有聲音了 比嘉莉穿白羊裝 彩結呢 彩結穿短裙嗎 為什麼在這邊當你們兩個人 因為我還沒想好要穿什麼 聊天室啊 而且今天晚上不是要跟什麼類型 Mina小琴一起跟你還一起吃飯 就另一個 你可以穿T恤去吃飯啊 不一樣我想要美美 彩結穿什麼啊 彩結穿什麼啊 彩結順便穿班服欸 高中班服之類的 還沒想到 好 夾個睫毛 他們都比你小 結果他們像姐姐 真的欸 李嘉莉真的好姐 那天去慶功宴然後 要去挖冰淇淋 我就叫李嘉莉陪我去 因為我不想要自己一個人去挖冰淇淋 我覺得很尷尬 我連挖冰淇淋都覺得尷尬 我真的是個超級內向人 然後就拖著李嘉莉去幫我挖冰淇淋 結果李嘉莉受不了你撒嬌就幫你 對啊 李嘉莉就陪我去了 他就幫我挖了冰淇淋 他真的是我姐姐耶 不覺得李嘉莉真的是我姐姐的感覺嗎 很會感覺 今天外面不冷是不是 謝謝重新的水晶掉墜 好可愛 我跟誰都像姐姐 但是還好有叫李嘉莉陪我去挖冰淇淋 因為那個聽說很硬 我應該挖不起來 聽說所以你根本就沒有挖 對啊 就李嘉莉幫我挖的 他怎麼人那麼好啊 他是我姐姐 他是我乾姐 然後亂認 乾媽想說 他有答應嗎 什麼時候又多了一個小孩 畢竟是李大利 可以幫我講話嗎 我夾睫毛得很專心 蛤 我要講什麼 隨便 我看 他跟大使超硬很難挖 你們覺得他跟大使比較好吃 還是Costum 絕對是他跟大使啊 可是我他跟大使最喜歡的口味 每次都沒 我最喜歡那個鹽 醋盆子 我喜歡酸的 平安只是挑口味 對我只是挑口味 上次 明智也蠻好吃的 明智也蠻好吃的 明智也不錯 但我其實吃不太出來 我是很喜歡吃那個餅乾啦 甜筒 說話技巧 但我到現在還沒有說服他 就是綁螞蟻頭 覆盆子就是你飛機上吃的 你什麼時候坐飛機 很久以前 今天我怎麼記得啊 好厲害喔 坐去哪裡啊 我問題很多耶 日本 什麼時候 不知道耶 用你的暴力 我會 我可以再趁你在那個 刷睫毛的時候抓緊你的頭 不行 泰國 日本 我飛機上有吃過覆盆子口味嗎 泰國的時候你是不是坐我隔壁 對 而且是超級 就是隔壁 那時候哥你還不認識嗎 還不熟 然後 然後那時候變熟的 對 因為我們一整個飛機上都在聊天 是你找我聊的耶 然後我們就變熟了 你是不是故意叫公司牌 最好那根本不是我買的機票 那是 因為你真的太想認識我 最好是 不是嗎 真的不是 那根本不是我排的 那是隨機的 隨機的啊 那我就想說 欸怎麼 為什麼有一個成員坐在我旁邊 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約 聽起來吧 聽起來 明明就是你主動跟我聊天 沒有 你在那之前就我先來 傳遜你跟我說生日快樂 那是住生日快樂 那是商業生日啊 那個姊姊是誰啊 那時候還不熟這樣子 欸我是商業祝賀好不好 但我那時候知道你是東吳日文系姊姊 你為什麼把我的學校直接講出來 雖然我是美渣 然後就覺得蠻厲害的 但那時候 你那時候很瘦好不好 所以你只是看人家很瘦就跟人家講話 沒有我想說旁邊不聊天很尷尬耶 李彩傑在笑啦 李彩傑不要笑 你再轉過去對他講一次 李彩傑不要笑 笑什麼笑 對他笑什麼笑 怎麼叫那時候很瘦 好久以前了耶 李嘉莉說是還在笑啊 那你在叫他不要笑 笑什麼笑 你要跟李嘉莉說 李嘉莉笑什麼笑 笑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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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晶吊醉 那好久以前了耶 有沒有三年啊 真的耶 一單的時候 李嘉莉是不是都也很想出國 包子說他也想想 2019 那也沒有很久之前啊 那我怎麼胖那麼多 你才知道 你才知道 李嘉莉也很想出國 李嘉莉就是那種機票 就是解禁之後 機票還在 載貴都會買的那種人 我也覺得 我們俗稱冤大頭李嘉莉 就你知道市場上有傳聞一句話叫做 冤大頭李嘉莉 你有聽過嗎 沒有 這是你自己掰的吧 不是我掰的是真的 就是我們都會俗稱一個人 對啊 李嘉莉沒有去過劇場 你沒有在聽我講話欸 就是盤啊 對對對 就是另外一說叫做盤子 盤子力 你有聽過嗎 沒有欸 盤力啊 最好這是你在自己講 我沒有掰是真的 盤力 就是像粉絲之間如果就說 欸你是盤子嗎 他們就會說欸你盤力喔 這樣 騙人 真的啦 人傻錢多 李嘉莉就是花那個 十五萬都要飛去日本那種人 我也覺得 那麻煩你囉李嘉莉 提票的部分 能看到Nana她什麼都附 學到新名詞了 對啊這是2022最流行欸 盤力喔 盤力啊 欸你盤力了嗎 欸你盤力喔這樣 什麼意思盤力 還要再解釋 我剛剛沒有在真經 就是盤子啊 盤那啊 那為什麼是力 冤大頭啊 我們剛才不是就在解釋嗎 就是說 我沒有聽到 欸你是在夾 睫毛又不是在夾耳朵 為什麼會剛才那一段沒有聽到啊 再解釋一次 就是我們不是說 我真的是快要失去耐性 就是李嘉莉不管花多少錢 他都會為了他要想要的東西付出任何代價他都願意 所以我們俗稱冤大頭或者叫做盤子 然後市場上就是有一句話叫做盤力 就是在形容這樣的人類 就是說他不管花多少錢就是要達到目的 或者是取得這項物品 就這樣子 所以他叫盤力或者叫做冤大頭李嘉莉 會用了嗎 所以如果就是這種不付代價也要就是買一下這個東西 不是不付代價是不計代價 不計代價也一定要完成這個目標的人 就叫做盤力 或者叫做 盤啊 不是 叫做冤大頭李嘉莉 就只有兩個名詞 為什麼記不起來啊 我真的真的說他睫毛了 你說就叫盤力還是冤大頭 是嗎 冤大頭李嘉莉 或者叫做盤力 就只有兩個名詞 對不起 再說一次 這個我們俗稱什麼 盤力跟冤大頭李嘉莉 對 不是你真的很莫名其妙 你在刷睫毛是什麼 腦子也在刷是不是 你不要這麼生氣嘛 你不是要這麼生氣嗎 我真的很生氣耶 我已經快要失去耐心了 而且很漂亮耶 有啊有這個名詞啊 志豪沒有聽過嗎 可能在你們業界不流行 謝謝演員的水晶掉醉 講話被敷衍真地生氣 他說什麼 可以再創一個名字 我們不是在創詞喔 是真的市場上在流通的詞彙 所以我才會在這邊做介紹 形容現在的品寒 就是如果我們稱 就是有些人 他的朋友比較少 然後 智商比較低 我們就會跟他說 欸你 聰明 丹丹 聰明丹丹 謝謝什麼 謝謝掌聲鼓勵 你聰明丹丹丹喔 欸你聰明丹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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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又秋平喊了喔 欸你又秋平喊了啦 你又秋平 你今天沒有喊這個字了 你要秋平 秋平 切換代班 難怪你是聰明丹丹 欸你很聰明耶 你聰明丹丹 你很秋平欸 欸我應該是一個 不是負面的詞吧 這沒有負面啊 不聰明跟朋友很少 你怎麼會覺得是負面呢 這不是負面嗎 不是啊 我們都說這個是 很秋平的詞 秋平就是負面的代表 以後你要說別人很負面的時候 你就說欸你很秋平 你有在聽嗎 你沒有在聽我講話啊 我有啊 你叫我講話 然後又不聽我講話 我有啊 你很秋平欸 學到盤力跟冤大頭李嘉莉啊 還記得這兩個名詞啊 對啊 你剛剛那麼生氣 我怎麼可能記不得 你是不是欠人家生氣啊 欸其實就是俗稱的白目欸 秋平就是俗稱的白目 謝謝命的掌聲鼓勵 你很秋平 謝謝志豪的掌聲鼓勵 謝謝博程 結果我夾完睫毛實現就差不多了欸 欸你現在還蠻醜的欸 你說我夾睫毛的樣子 對啊 大家看不到啦 欸你對著大家這樣夾睫毛 真的蠻醜的 這樣嗎 你沒有你剛剛沒有那麼可愛 有 沒有 就是那麼可愛好不好 真的沒有 不然你問韓韓 他應該不在了 好啦我差不多要下播了啦 各位 哪有這樣子哪有這樣弄完 然後就要下播 這是我的直播間欸 所以呢 掌空拳在你身上嗎 Yes 好吧 那我要先唸排名了唷各位 欸你才覺得說哪次不在 喔我的真愛 渣男語錄啦 謝謝小樂掌聲鼓勵 好啦希望大家喜歡這三週年好不好 你根本沒有聊三週年 你都在聊 我前面有聊三週年 沒有你都在聊慶功宴 好 欸李嘉莉說他也在 你要理一下他 李嘉莉哈囉 我的真愛 很好抓喔 你好抓喔 大家都是我的愛啊 好啦你就是喜歡李嘉姐妹啊 對還有乾媽 還有乾爹 還有乾弟 乾妹 那我現在唸排名囉各位 那小螞蟻頭呢 指定在說嘛 那我先唸囉各位 今天學到了盤莉跟冤大頭李嘉莉 兩個單字 第十名 自豪 第九名 錦米糟 第八李珍 欸我唸錯了 我是不是應該唸日吧 sorry 第十名 自豪 第九名 錦米糟 第八李珍 第七 迪倫 第六博城 第五中影 第四 阿澤 第三 泡庫山 第二 今有第一志豪 恭喜志豪 今有泡庫山 開指定了 欸我覺得一人指定一邊 就是譬如說第三名指定左邊的頭髮 第二名指定右邊的頭髮 這樣就可以成為一個螞蟻頭怎麼樣 他們有答應嗎 說不定人家不想指定這個啊 你確定 大家應該想要吧 在那邊未寫前三名 那我要交給千號嗎 哈哈 好啦一個螞蟻頭算是一個人指定吧 可以吧 可以吧 一個人指定螞蟻頭 好 一個人指定就好 不要浪費另外兩個人的 可以吧 可以啦 有沒有人要指定 有啊你看志豪剛才在問啦 他說好啦 好啦我指定吧 蛤你怎麼那麼聽話 可是我沒有髮圈啊 有啦哪次沒髮圈了 在車廳裡 哪裡 這個車廳 不是透明的小櫃子 這個 在上面右邊 對 這裡 從來沒有綁過這個 這我上一次綁已經是幼稚園的時候 沒有啊你上次不是綁給小青看了 沒有我是用刷而已 新年智龍怎麼那麼可愛 是這樣嗎 欸哈囉趕快拿 頭髮也太短了 不會啊 其實蠻好笑的欸 不是蠻好看的 蛤 原來是好笑的欸 是好看 你常常聽錯欸 你耳朵是不是不好 你剛剛說好笑 我剛才說好看 我剛才說好看 不然你問 大小莉 剛才我是不是說好看 想認識 你看大家都說我說好看啊 你才覺得說他剛剛沒聽到吧 你才覺得真的很白癡欸 其實蠻好 好像慢慢的夠高欸 那你再高一點 你真的看起來大概減了10歲 你現在幾歲 他12啊 減10 12歲 感覺他更小 減15歲 很像小狗 好像是欸 你那天還笑那個 誰啊 欸我忘記你笑誰 因為它很可愛 的頭髮 像啊 類企的髮型長這樣嗎 對啊 是 他是這種頭髮啊 阿他的怎麼很可愛 因為他很長啊 阿你的怎麼 因為他的很長 可是我就是不太適合這種頭髮 你是小短 小短髮 喔對 01頭髮比較多吧 所以你是小蝴蝶 小蝴蝶犬 满意了吗 为什么那么哀怨啦 你要可爱 你要跟这个头 蚂蚁头加个缎带 我没有缎带耶 不是而且我觉得你要 你不能只有头发是这个年纪 就是你的心灵啊 哈喽 今天的品牌也好 卡哇伊哦卡哇伊 不是你抖动的很奇怪 你要再认真一点 卡哇伊哦卡哇伊 满意了吗 不可以哀怨 这时候应该念点口白了吧 没有啊 为什么 指定的人下次还进得来直播间吗 当然谁指定的是不是志鸿 嗯 我啊 被ban了 我啊 是你在那边主导的 然后被ban的人也不是你 我啊 志鸿要被ban了 我啊 该指定口白了吧 志鸿掰 哈哈 志鸿掰 他很可怜耶 他第一名 第一名帮他帮他那一名 千万真的没有收粉丝钱 我刚才跟志鸿说掰了 你觉得我有收他钱吗 为什么这卡哇伊感觉会从背后抽出一把枪来 你一个凶横恶煞卡哇伊哦卡哇伊快点 今天的平安也很 卡哇伊哦卡哇伊 笑死 那我觉得这变包包的话应该是蛮可爱的 这种 你是说孙小美造型吗 这样子啊 诶你知道孙小美是谁吗 谁是孙小美 哈年代 你帮他拿个法家 我是要帮你拿多少东西 对啦 这一样那个抽屉里 这样就变成小昆虫 你种小蚂蚁 那我问你哦 蚂蚁是不是昆虫 是啊 哎呦 呵呵呵 六只脚的都是 哎呦 那蜘蛛是不是昆虫 蜘蛛不是 那蜘蛛几只脚 八只脚 哎呦 有没有 可以去考学测了 这样就可以考学测 你不要小看人家学测 呵呵呵 我没有考过学测啊 这个李梦存一定不会 你下次问他说 哎 蜘蛛几只脚 蜘蛛是昆虫吗 哎其实我那天最喜欢的歌 是hello center 真的啊 我觉得太好看了 太好笑了 很可爱啊那种 我也觉得超可爱 哈喽 要拿多久 不要吹嘛 为什么不能吹 你问他灰色的英文是什么就好 他不会吗 他不会啊 他之前问我一堆 他问我 平函你知道 什么convenience是什么吗 你说方便的那个convenience 对啊我就说方便啊 他说啊你知道啊 谁不知道 哎这是什么造型啊 没有弄好 这很像什么恶女的那种 魔女造型 就真的很不会绑他吧 可是如果有旁边那两个人偶感觉会很像 有点恐怖 怎么办我绑不起来了 可以啦可以啦哪次不可以了 那一边又掉了 那你再处理另外一边啊可以可以可以 你不要急嘛 我要急这下班 等一下跟李嘉莉有约 李嘉莉都还在线上 你在急什么 哪有道理啊 还是他下线了 对啊诗亚绑得很可爱 我难得说诗亚可爱 要吗 那我绑得很糟糕诗 谢谢赛佛的纸圃手护你 诶你看你家里还在啊 他绑得很糟糕诗 但好像蛮可爱的诗 中间哪一桌 这桌也太乱了吧 这桌 真的是有点可爱啊 这是什么头啊 蚂蚁头 不是吧 不是嗎 剛才那才是螞蟻頭吧 這是什麼頭 你幫他取個名字 好像是山羊 山羊頭耶 山羊 我真的好不適合這種髮型 因為我不夠活潑 那你現在氣質要活潑一點啊 你看 山羊頭 就這樣吧 我覺得你至少到下播之前要活潑一點 限定 純粒頭 好像是 純粒頭嗎 欸你都拔掉了 欸這樣志鴻 志鴻的指定很可憐啊 有啊在這邊啊 我剛剛已經綁了 志鴻好可憐喔 你們不可以太為難我囉 志鴻好可憐 還有誰要指定嗎 一邊也可愛 這樣可愛 這是什麼招型啊 你好像古人耶 真的耶很像古人耶 兵馬俑 兵馬俑 兵馬俑很好笑耶 只有我在笑喔 欸兵馬俑好不好笑 不好笑 欸你最近很叛逆喔 好像是適合這樣子 沒有沒有 我是覺得 不要有頭髮 大家還有要指定嗎 不然我要下播了唷 你根本都沒有在跟我聊天啊 又要我講話又不跟我聊天 哈哈 長大 真的很叛逆耶 謝謝兵馬俑 謝謝兵馬俑 謝謝 兵馬俑 謝謝兵馬俑 我們 什麼我挑撥你們的感 你挑撥我們的感 你不是要ban志宏 沒有啊 你們約 我們約3點45 現在幾點了 現在又3點 你還沒有晾衣服欸 對啊我什麼都還沒晾 那你趕快去晾 欸我還沒化妝 還有誰要指定嗎 我要下播了唷 商品也挑撥我跟 不要分裂感情 掰掰啦 大家下次見 麥麥 謝謝大家來看三中年的演唱會 還有神沒指定嗎 不要把他下播了唷 掰掰 大家可以在等我的照片 因為我這次也是拍了蠻多照片的 請期待囉 幸好來得及說掰掰 還有誰指定啊 所以到底還有沒有要指定 沒有我就要下播囉 或是我有漏掉嗎 掰掰 掰掰 剛剛是還有誰要指定啊 那個 先不用 好囉 那就掰掰囉 掰掰 掰掰 切紅白 掰掰 切紅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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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片 按摩 按摩 大概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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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